大家好,我是桑普,很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证这个节目 五安,即希望大家不介意我今天再录这个节目 林郑出来献誓,昨天的情况和今天的情况报纸一下 香港的所谓的抗疫,所谓的进展 根据独立媒体3月9日,即昨天的报道 就是前晚有消息指,行政总管七婆林郑月娥 将逢星期三起主持记者会交代最新疫情 林郑昨天早上果然拉队举行记者会 昨天星期三举行记者会,一反常态全程戴口罩 喂,她不是说不戴口罩的? Feel my feeling,是不是? Feel my feeling,我feel不到你的feeling 那怎么办呢?戴口罩,脱了 feel不到你的feeling,脱衣没人看 她宣布了星期二的行政会议之外 每天将会举行高层记者会 星期二没有空,行政会议 其他日日举行高层记者会 将会一直持续到我们一起战胜这波疫情为止 为什么?她要告诉大家 她是服从共产党习近平的指令 将运行疫情视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 用必要的措施 动一切必要的资源 一切可以动一切的资源 一切可以动一切的资源 她怎么做呢? 一切资源一切 三个一切,两个确保 所以她要表忠说给共产党知道 我是多么active 多么做事 多么承担主体责任 这个就是主体责任 四个字 就是她要兑现、执行、奴才、遵命要做到的事 林郑一般会在行会之前去见记者的 开始以前会见记者 反正林郑从昨天开始每天都会见记者 哇,辛苦了记者 很辛苦你了 为什么要全程回答你要见记者? 以前的见记者就不戴口罩 现在见记者就要戴口罩 不用feel your feeling吗? 吃屎你去 出席记者会的包括石卫国局长 陈兆史、劳福部局长 座智光IQ160 其实可能只有60个 医管的行政总裁高拔声 林郑在会上更加预告 在今天出席的官员 包括了发展高局长王伟伦 和保护局长邓PK 交代中央援建的社区隔离措施 就是集中营 今天邓PK就说 隔离是使命令 是法例来的 谁不隔离 要拘捕 没得给你选 说得挺好 好啊 引好也好啊 林郑表示 将会正式启动 加强版的新闻发布工作 作为中宣部 即是说 他开始明白到 共产党不是要管控疫情 是要管控统计的疫情 公布的疫情 宣传的疫情 是要做加强版的新闻发布工作 中宣部 国申办 全部 全力管控整个香港的情况 由昨天起 除了星期二 需要召开行政会议之外 每日将会联同不同的局长 召开记者会交代工作进展 澄清坊间谣传和回应提问 他又指每日四点半的记者会 会如常举行 由卫生署和医官局代表交代病人的情况 林郑亲自督司主持 每日早上记者会 有传媒问 林郑为何亲自决定要亲自上阵呢 他形容自己是抗疫主帅 他不是彭帅 他是林郑帅 我是主帅 主体责任就是我了 奴才遵命 他不单止要补下一届他要当选 第二届有意思是 他补自己 死不去 他不是做主帅 怎得了 你不是要承担主体责任吗 对不对 香港正在看抗疫战 相信市民希望知道战情如何 主帅就告诉大家战情 挺有趣 他又指得越早战胜疫情 记者会越快取消 他说 相信大家不想整天见到我 早点见不到我呢 即是说香港已经回复正常的生活 我真的不想见到你 看到你想作呕 OK 我只是很想回复正常的生活 我想不是我 是很多香港人 我现在不是正常的生活 是很多香港人 是想回复正常的生活 包括在看现在我这个视频 大部分的人 都希望回复正常的生活 但要回复正常的生活 重点不是看不看到你 虽然看你很眼冤 但重点不是这里 重点就是 你这个政府倒台 灭亡 共产党死了 习近平 死了 跳楼了 吃屎了 林郑月娥 李家超 邓皮基 肖泽义 郑月娥 全部跳楼死 这些情况 香港就已经回复正常的生活 习近平引刀成一块 不负老年头 回复正常的生活 共产党土崩瓦解 香港光复 跟着时代革命成功 这个就是回复正常的生活 我都很想 我都很想在香港 跟大家一起过正常的生活 但是没办法 事实上是这样 我们唯一可以要求的 可能就是说 大家能够保持着这个初心 做下去 因为在这样的疫情之下 我们去做什么 他要抓你去旁边 你不能够 选都不能选 说禁足就禁足 3月25日开始禁足就禁足 说不准就不准 手起刀落 虽然这个325日有待会公布 但肯定手起刀落 今天的问题 你以为只是出在林郑两个人身上吗 我会认为问题 根本出在共产党身上 如果天天 大家将所有的舆论 评论就是林郑衰 林郑坏 那样 那当然你可以这样说 没有人说你错 而是说 你没有碰到问题的核心的时候 都是拗核 是没有意思 所以我很明白 在香港的评论人 是没有办法说其他人 我明白 但是身处香港之外的人 为什么是否直倒共产党这个窍门呢 还在那里 嘰嘰嘰 一日骂林郑 不敢骂习帝呢 这个就是大问题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相信 市民关心政策 会不会影响到自己 例如 昨天将伊丽莎白医院 改为指专门接受 冒险肺炎的病人 或者影响急症的市民 她认为自己是抗疫主催 要负责资讯快速发放 有好打得之称的林郑 表示会不断改善 本人解说的能力 你要改善你本人解说的能力 你不是好打得的 有什么需要改善呢 100分 第一名 Thank you 去死呢 希望准备回答 准确地回答 记者的问题 她又知道 每日4点半的 卫生防务中心记者 会属于技术性 有些问题 已经超越了当局的范围 例如近日经常有人 问卫生防务中心 全疫病处 首席医生 欧嘉宁有关全民检测的问题 对方指对方不是权威 就是你叫一个 开记者的话 你说关于全民检测的问题 她不是权威 没有参与全民检测工作 那就是说你找她来做什么呢 而她答过的所有的问题 都是不是抹掉她呢 就是你这样去选 去亏你那个 去抹黑你那个下属 所为何事呢 林郑月娥 就是我可以告诉你 在她下面做事的所有的人 包括这个 卫生防务中心 全疫病处首席医生 欧嘉宁 抹黑你不信 说我不是权威 那你要我回答全民检测问题 回答了这么多天 你今天才出来说 说我不是权威 没有参与全民检测工作 叫我收档 有没有搞错 她说林郑这样踩人家的地方 就是说你用什么权威 跟你说呢 林郑你又有参与过全民检测工作吗 得爆哭 林郑是指礼拜二行会 连续一会 过去好像很少见造 见到我 也少见了我一点 她说少见了我一点 她只是迎接两万年 接火车的时候 见过大家一两次 现在决定以后每朝十一点 除了礼拜二 需要进行行政会议之外 都要举行记者会 真是惨 每日香港人 打电视又见到这条 这个仆街 林郑就要向全香港的市民说 越早打赢 我们就越早取消发布会 相信大家 不想经常见到我 早点见不到我 就是说香港已经回复正常生活 那你不是 下一届五月之后 即是选特首 七月一日之后 那个特首不是你 香港回复正常生活 当然不会了 见不到林郑 香港不会回复正常生活 没有因果关系 是共产党 是共产党收皮 香港光复 才是香港回复正常生活 毫无怨念 但同时我们都不想见到你 我不是想见到你 我们想到你死去死去 我们想到你死去死去 就像乌克兰人和普京说的 我们想到你死去死去 我们是痛苦中死去 不是死 是痛苦之中死去 政府早前 全部都是 三万 都是 全家都是 你说我没有离谱 这个是全民呼吸 你有本事的 就说什么 我知道不是 政府早前 对于全民检测改口风 特首林郑月娥更加明然 会在三月内推出这件事 但近日有中国专家再改口风 声称要优先救治病人 到底全民检测做还是不做呢 禁足令是否要做呢 林郑在昨日记者会表示 不是优先禁制去做 工作仍在筹备 会在最佳时机啟动 是不是325开始呢 不知道 禁足令全民检测 是不是那个时候开始呢 不知道 有记者追问 会不会在三月内做 林郑说 不会说一定不会 即不会说一定不会 不会说一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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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说不会 不会说不会 被收几十万人工 你都不知道 你收皮吧 他说时机并非特首一人决定 你不是行政主导的吗 时机并非特首一人决定 那谁决定 你这句说话就已经违反习近平的 而是你要承担主体责任 抗疫 抗疫 尽控疫情 是当时压倒一切的任务 你的主体责任 就是压倒一切的任务 自己决定 什么叫时机并非特首一人决定 谁决定啊 钟南山决定啊 欧家榮决定啊 陈兆思决定啊 谁决定啊 谁决定啊 袁国勇啊 你林郑就决定啊 林共产都叫你决定了所有东西 射获给你啊 揹着他啊 所以因为政府改靠风 又不时有报道吹风禁足 民间爆发物资抢购潮 这是很正常的 记者会上的党媒央视 被阴点 阴点 发问第一条问题 完全没有问全民检测 直到邀新闻 提问才触及到 港人最关心的题目 那林郑表示 全民检测工作正是规划筹备阶段 但不是优先禁制去做 哪个时候啟动要视乎疫情的发展 一旦要做全民检测 希望达至最佳效果 他在坊间有说法 利用全民检测 了解现时社会感染程度 但他认为快速测试 已经可以达至效果 他认为全民检测的目的 是找出社会正如的隐身 隐藏的感染 林郑早前言之作作 曾经说3月内 推行全民检测 但他昨天就说 特区政府不会因为要做 或者行政长官说了 所以要交这条单来 而勉强去做 他强调时机并非特首 一人决定要听取专家意见 但他没有补充内地专家组 或本地专家组的意见 他也没有解释 两地专家现时的角色是什么 以及他们意见上有没有分歧 总之就是说 听取意见 不是听取意见 是听取遵守 我执行共产党对你的指示 什么内地本地专家 根本就是垃圾 现在习近平说 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 找到疫情 这个是政治挂帅 和这个本身的专家无关 说你要做你要做 This is politics stupid 记者再追问 到底会不会在3月内 做全民检测 林郑再表示 我不会因为曾经说过一个日子 或者一句说话 而忽视现实的 他说今天是3月9日 即昨天是3月9日 我现在不可以说一定不会 会的时间会尽快公布 但他今天 即昨天就没有长情和时间表 给大家看了 以上就是独立媒体的主要报道 给大家听是这样的意思 而同一时间 但你会看到 这个情况就很可怕的 因为我们看得到 就政府在沉合 就发出这个紧急的指示 这个紧急指示 亦都是叫市民 不要去这个医院 就是去这个 夜里沙滑医院 这些必必说 零声大作 就不知所为何事 令很多人忧心忧忧 不知什么事件 发生到这样的情况 那 可以想见 大家的忧虑 是很容易得到理解的 那 同时你会看到 陳肇始 是指紧急的警示 基本上是 知道声音有点奇怪 叫市民 千万不要删掉他 怪声 继续播 就是怪声 牵给你 你要继续播这些怪声 出来 不可以将他收皮 今天 陈肇始今天说些什么呢 他就说 政府昨天傍晚 就是向全港有手机用户的市民 发出中英文本的紧急警示 紧急警示 宣布伊丽莎白医院 科局长陈肇始在商头节目再晨两天出发 表示 伊丽莎白医院每天都有不少市民来诊 因此使用紧急警示具有迫切性和时间性 并呼吁市民不要关闭通知功能 资讯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 就是另一个电台节目质疑使用警示的必要性 认为有关资讯并非迫切到必须实时通知公众 建议政府沿用SMS短讯发送 陈肇始提到 伊丽莎白医院昨日起成为定点医院 专门接受感染武汉肺炎病毒的病人 但不少市民会到医院求诊 因此使用紧急警示具有迫切性和时间 叫大家不要去医院实法医院 不准去 这个是紧急警示有迫切性 按照这个做法 你以后如果你要封一个区 那你是不是有紧急警示 叫市民不要进这个区 是吗 各位 就算市民去 你医院外面可以集开他们 哎呀 因为现在变定点医院 那些人摸门带 就回头了 这个多紧急呢 如果已经收到警示的时候 已经在伊丽莎白医院走不走的了 收到警示的时候 就算在伊丽莎白医院的门外 都游不去 那有什么问题呢 收到这个警示 如果在一些山卡拉的地方 或者远离伊丽莎白医院 不知道几公里的地方 都没有的 那警示要干嘛 打搅人家的生活 这些人 那些人渣 来的 道歉都没有两个字 常识都没有 反省都没有 还叫他们 不准关 开着他 怪怪的 听了 就这样 哇 挺有趣的 那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 那他说呢 表示将向当局反映意见 包括考虑调整 收到警示的声响 知道个声 有点奇怪 但是强调政府 会透过系统 发出紧急信息 呼吁市民 不要关闭通知功能 这件事就是一种 老大哥在看着你 以前在香港 我上一代和我现在 就是我这一代的香港 就是以前八九十年代 谁会管这些东西 为什么每一个人 一定要拿手机 就是等于做了监听器 接收器 文宣机器 必必必 要拖住他 变成个义务呢 为什么变成个义务呢 我说得很简单 为什么变成个义务呢 你将它变成个义务 根本上是在纯服着 在制服着 将香港人奴化 就很简单 很少的事要知道 这帮官没用 不要再讲 陈小始的好话 说他是 最起码 正常一点的人 收皮 OK 他说得出这些说话 指明他没有脑子 所以这些 情况 你说多么荒谬 荒谬 荒谬 荒谬绝伦的事情 不得了 是吧 发型工的大排长落 不得不再话 是吧 香港人不惯用抹刺 喜欢用坐刺 因此由近日落成的 新田角力设施起 其他相关设施 将会改为止刺坐刺 謝震宗 你多少岁 你是不是生活过去香港 你现在才知道 你现在才大概知道 香港人不惯用抹刺 我再说一次 他的原话是 我们现在大概知道 香港人不惯用抹刺 我再说 你们现在才大概知道 香港人不惯用抹刺 你吃屎的 你吃塞米的 吃和虫的 我说 桑普 你不要这么吵 我不用这么吵 桑普 你不要这么张着这些人 这个是常识问题 你活到这把年纪 才大概知道 香港人不惯用抹刺 你是哪个星球来的 你回到星球 好吗 可能你的地狱来 回到你的地狱 落地狱 謝震宗 简直不知所谓 以前在反送中 做公关科的总警司 主持记者会 这条目嘴 竟然说完这些东西 是吧 这种做法简直是荒谬 所以香港的沉沦 不是一个两个人 是一个组织性 集体 群体的沉沦 这种沉沦 我觉得相当令人忧虑 这个忧虑 绝对值得好好地去 处理 和好地了解 OK 那 你会知道 是 香港搞成这样 我们可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就 能离开的 很多都离开 不想离开的 留在这里 当然没问题 但是你们要面对的处境 是相当艰难 我就可以说到很多风凉话 所以我也不知道 大家的反应 和感受是什么 但是真的很悲惨 你可以做的是什么呢 你不要悲 你不去遵守 你分分钟被人逮捕 是吧 你要抗争 人家就是逮捕你了 所以这种东西 信念藏于心内 对真实 对善良 不要妥协 很多东西表面上 虚应故事 实际上 心里面 不要让他这些东西 慢性洗脑 我们不要让憤怒 掩盖到自己的良知的判断 我们说这些分析的东西 我有生气的时候 大家都有生气的时候 如果我没有生气的时候 那我不是人 OK 但有生气的时候之余 也就是理性冷静的时候 好反省一下 我们要这个时间躺平之余 我们心里面要想些什么 希望大家努力加油